糖果零食到保健品 台湾人到日本观光 榨干荷包不手软 但日货进口到台湾 身价翻倍总是让民众难下手 当地买是比台湾还要半价 比如说我们女生 常用的那种卸妆的 然后还有好多的品牌 买起来在日本买还是有差 真的感觉有差 网路流传买日货攻略 在日本Amazon官网 可以直送台湾省很大 但必须先申请日本账号 以日本品牌电锅来比一比 台湾电商平台价格 一万四千零七十一元 但在日本Amazon价格 三万两千多日元 加上运费换算成台币 只要七千两百八十七元 价格将近大对折 其实像很多啊 很多日本都有观望啊 但是就是在于 他们有模型台嘛 他可能会有个活动是 可能他的国际运费是 有优惠或者是免运 或者是怎么样 他会有一个这样的方式 他可能会觉得比较划算 还有一招连上VPN 到国外官网去买 看看在台也有的 连锁服饰品牌 羽绒衣一件一千九百九十元 同样款式日本买能省五百元 只是找来找去 就是没有寄海外 带过网站来帮忙 贴上网址选好款式 但是算一下运费 价格加总不划算 便宜我觉得未必耶 像有的东西它很重 因为我们空运来 空运的运费很贵 也有网友说到 中国淘宝买日本连锁服饰 价格比台湾更便宜 但是总归是比不上 透过日本官网购物 找日本朋友帮忙寄回 省最大 三星文林文医科配宣 台北参谱报导 电视频道